大家好,我是小杜 目前美国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经近40万大关 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严重不足 美国方面不得不启动了国防生产法 来限制稀缺的口罩等医疗物资出口 阻止N95口罩、医用口罩、手套和其他个人防护装备的出口 而美国国防部更是下达命令 要求美国陆军第一特种部队 支援在华盛顿、刘易斯、麦克克德联合基地生产口罩、面罩 等个人防护装备 这些口罩将提供给马迪根陆军医疗中心 及其区域合作伙伴使用 也就是说优先提供给美军陆军的军医院 据悉这一部队此前是专门维修特种兵使用的降落伞 为此他们有着缝纫机等专用设备 能够用来生产外科口罩 美国陆军第一特种部队支援营克里斯托弗·琼斯上校说 最初可以用五台缝纫机每天生产200个口罩 随着生产效率提高 一周未来将生产1000到1500个 经过初步的计算可以得出 假如按照一天8小时的生产来看 这五台缝纫机每小时只能缝出五个外科口罩 如果工作时间再延长一些 那连五个外科口罩都生产不了了 美国大兵这种手工制造口罩的效率 与自动化生产根本没法比 相比人工制造 自动化生产线造出的口罩数量要多得多 此前中国有3000家企业都临时转战生产口罩 口罩产量从日产2000万到一个月后达到1.1亿只 连G20战机的老东家 陈飞工业集团用制造G20坚实的数字化技术 在三天内完成了全自动化口罩生产机的图纸设计 16天后 首台样机研制成功 每台机器每分钟可生产100个 一位工人可操纵几部机器 24台机器可连续工作24小时 预计日产量达到300万个 平均0.5秒生产一只口罩 而美国虽然拥有世界级口罩生产厂商3M公司 但该公司却无法为美国生产足够多的口罩 因为现在在美国本土只有3M公司的办公大楼 却没有一条生产线 因为口罩价格低廉 而本土劳动力价格过于昂贵 导致3M公司被迫将生产线 转移到劳动力相对廉价的国家 其中大部分生产线都在亚洲 在中国也有几家3M公司的生产线 美国政府无法抢走 中国向3M厂订购的口罩订单 即使美国有这个想法 实力也不允许 因此美国政府只能向中国的3M公司生产商下订单 并且要等到中国下订单生产完毕后 才能得到自己最为紧缺的口罩 感谢收看陆军舞